养化心软膏可以致湿疹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孙小燕 陕西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人医师 养化心软膏是我们皮肤科一个很古老 很经典也很安全的一个药物 它和我们的卢干石洗剂一样 是个应用范围很广 然后呢又疗效又比较安全 可靠的一种药物 我们从它的适应症来说 你像我们的皮炎湿疹呀 蕴麻疹呀 骚痒症啊 就是皮肤科很多常见病都可以用 另外呢 它的适应人群也很广 比方说我们的老少结疑 孕妇 包括哺乳期的 咱们说到这个特殊人群 它使用也是比较安全的 也可以使用 所以说养化心软膏 是可以用到小孩的湿疹治疗的 注意的问题的话 就是一定要根据他皮疹的情况 在大夫的指导下使用比较好 如果说这个孩子的 他这个湿疹只是红色的斑丘疹 然后呢没有渗出 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用这个养化心的 如果说孩子这个皮疹 已经有渗出了 已经有糜烂了 那我们可能用这个的话 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还是需要在大夫的指导下使用比较好一些 我们可以用这个区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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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